大家好,又回来我们《望向》编辑部Youtube频道时间 有我来自澳洲的甄别施,你好,我好,大家好 大家好,才是甄的好 也有来自马来西亚的大马sir 喂,妈呀好 在节目开始之前,请大家为我们三个频道 《望向正向浪冷气》点赞、分享和订阅 希望留下建设性的留言 好了,今次我们就讲讲一位市长 这位市长就来自法国的一个地区叫阿雅隆的阿弗洛 其实这位女市长,其实她以为正职做市长 原来不是,她的正职是做非法勾当的 原来她是拆家来的 在她家里就手出最少70公斤的草枝 有草,做草那些,就是堆草草 也有近一公斤的古柯茎 目前已经被捕了 原来全部都是在法国来说 都是违禁品 原来检察官也说 警方对于法国东部城镇的 这个是卖为禁品的情况展开了几个星期的调查 发现原来自从这位阿姐 2021年她就担任了亚华龙市长兼地区议员 她就叫做哈布萨伟 原来她嫌疑最大 人家说打击犯罪,她就原来就帮人家供给违禁品 对她进行了突击检查,突击搜查 原来这个法国的官方也说 在她的家里就算了,当你私人事务 想不到,在她的市政府里面也有 是呀,很瘋了 办公室那里也有草,怎么搞的 是呀,没错 还有她有关的这些草莓是有去搜查的 亦都是搜了70公斤的草 还有983公斤的股磕 还有这个厉害,现在也很流行 20条金条 20条金条 那究竟怎样来呢 因为现在人们很喜欢买金 20条金条,还有7千元欧罗 那检察官就说这次就是拘捕了7个人 包括她这位女市长和两个兄弟 那发觉近来呢 原来就是打击各处城市不断增加的违禁品交易 但是呢,想不到呢 在地方的首长涉案,兼且做了拆架 真的是比较少见的 那当然了,你真是想都想不到的 那说开这些事情呢 那大家知道早前台湾 台湾地区不是有个网红叫晚安小鸡 那他就是一个地方 是不是柬埔寨,没有记错的话 是 那想不到台湾 是啊是啊 那台湾地区说 今次他比晚安小鸡大件事很多 那是发生什么事呢 原来这个柬埔寨警方 去年8月1日就是和美国的相关部门 和台湾地区的刑事局合作 那原来就是破获一起789公斤的 这些是违禁品的走私案的 那是抓了六名台胞的嫌疑犯 那原来刚刚啊 金边初级法院就宣判了 那原来其中两名嫌疑犯就被控 是犯运这个违禁品和洗钱罪 那他被判都整二十年 这两个台湾 台湾人就二十年了 之前晚安小鸡小鸡的新闻 也有说过柬埔寨的路况 出名是环境很严重的 没错 20个都挺严重的 挺严重的 其余四人就无罪释放 就当庭无罪释放了 原来去年8月1日柬埔寨警方在金边一个住宅 就是抓了四名台湾人士 那夜晚警方也是突击检查 这个西克罗克市的一个必须 收获了789.78公斤的 这个是违禁品 原来有什么背景呢 就是捉嘟邦 哦又是他 捉牌牌的字头 是的 那一位就姓段的 一位就姓安的 原来这个柬埔寨 他们都是因为他都担心 这些违禁品 当然你知道柬埔寨的国家 可能官员合作也不奇怪 但是他们现在都是要缩清这件事 因为如果这些东西太多 都是危及到国家安全 还有是旅游业的 所以他们也是狠守的 也计划本来这789公斤 就打算运到台湾地区 在美国的 也合作之下 经历了四个调查 终于是征破这宗案 当然这位姓段的和姓安的 真是麻烦了 坐了20年 各自罚款大概是4000万柬埔寨币 那姓段和姓安的 刑满出狱之后就被驱逐了 你不用指望他会放过来 以前可能就是可能 可能给钱都可以 但是现在他就没有这支歌仔唱 因为你通了天 另外法官也都把四名台湾地区 其他人就放了 这个都是大家都担心的 另外讲开 这个两案 虽然两案 那么僵 不过原来两案也是 总共是累计 是送回一些通緝犯 即是互相 都是有将通緝犯互换的 原来这个海峡两案共同打击犯罪及司法互助协议 2009年就生效了 原来根据陆委会的统计 截止到今年1月 其实这个大陆方面 就依照台湾地区的要求 遣返回台的通緝犯总局511人 今年台湾也协助在大陆 遣返一名重罪人士回大陆 那是怒谋犯 那也是深化两案共同打击犯罪的一部分 那当然 这个民进党政府 那也是希望大陆可以一起搞这个 诈骗的案件可以押下来 但应该没那么容易 应该没那么容易 那当然 原来台湾的通緝犯很多都逃退大陆的 那当然最后被人捉回来都是正常的 那实际上 现在这些跨 当然台湾是中国部分 那但是其他的跨境犯罪呢 那实际上也是要一起做才行的 那也要一起做才行的 那说起法国 那其实法国 他们也都是一早前法国总统马克龙说得很大 也都说到要派兵 那当然 那但是 看来就现在是 大家都是 事后各自发布的声明分歧很大 那但是有好过没有 我觉得 原来法国外交部长 这个塞鱼内尔也都表示 现在和俄罗斯官员对话已经不符合法国利益了 因为法报的公告和声明都是方言来的 那报告也都说法国国防部长和俄罗斯的国防部长小伊固都通了 目的就是向法国对于莫斯科那宗大事件传递一些有用的信息 但是马克龙就指责俄方发布的一些很怪异的威胁论 其实是 他说我对你这么好 法国就是 我对你这么好 为什么人家还说我 其实俄方在声明当中也强调希望法国情报部门 没有卷入莫斯科这场 莫斯科之前那个是恐怖之事 这个说法是遭到法国的否认的 原来法国就认为 在恢复和俄罗斯对话之前 应该是建立信任 可能最重要的就是在乌克兰军事局势有所进展 那两个国家的关系才可以恢复 目前未到这一步 他也说和俄罗斯在反极端的问题上合作有很久的历史 现在陷入了停滞 其实对法国来说不是件好事 他也说这个传统是没有办法继续下去 因为本来是一次建议 而俄罗斯是用俄语发布的声明 就说我们不存在合作 这样说的 只是说而已 只是说而已 其实需不需要 但我相信也是有沟通的 不沟通是不行的 这个世界也知道是 不沟通是不可能的 不至于恶劣到这样的 所以马克龙之前在爆响口说自己欧盟要派兵 不可以债靠美国派兵去乌克兵 虽然他说过这些强硬的东西 但是未至于俄罗斯要跟他翻面 我也觉得未到这一步 另外其实法国也是早前跟中国关系一样 因为法国就叫冯德雷一查了中国电动车 但是很搞笑 他跟中国关系一样 但是法国的官员都很愿意见中国的官员 早前说的那位法国的外长才见了王毅 想不到昨天商务部长王云陶 又是跟法国的财经部长 或者叫他们的经财部长 就是勒梅尔见面 所以也证明了其实也有得谈的 我相信 当然你说实质性的东西没有 但也是坦诚的交流 他发现了现在西方 他如果没有什么进展 就是说坦诚交流 原来今年也是中法建交六十周年 在两国元首的外交战略引领之下 中法经贸关系也是深化的 你说合作前景有没有 其实2023年双边贸易关系 都有七百八十九亿美金 中国自发国进口的东西 是多了5.5% 那么双方的贸易平衡状况 是进一步得到改善 商向投资和其他领域都有合作 当然你说是否有波折 我相信很多地方都有波折 尤其是现在整个西方和中国的关系都一样 原来法国那边立梅尔也说法方高度重视对话 经贸关系 赞赏中方为扩大 来自法方 进口采取 就是买多了 法国东西好东西 这样说 赞赏中方 当然买多了这些东西也有钱赚 也愿意和中方加强对话和沟通 推动更多的贸易成果 并且采取措施解决它 我相信法国和中国的关系 那当然是比法国和俄罗斯的关系好 起码不需要 因为始终俄罗斯 这场战争在欧洲境内 大家都觉得你也很接近 当然俄罗斯另一边商举 都觉得你踩着近来 你不弱搞成这样 踩着你包住我 我会不会反应呢 当然了 现在回看整件事情 俄罗斯当然未有可能和乌克人谈 乌克人也不会和他谈 所以应该还要僵持一段时间 这个俄罗斯战争 好 那这次节目时间到这里 多谢各位 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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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